阿! 你們真的很煩欸 阿! 快點把那隻鵝還來好不好 你到底想怎樣啊 我不想怎樣啊 大家都看到你們偷鵝啦 哈哈哈哈 呵呵 笑什麼 笑什麼 笑你不自量力 沒錯 我不自量力 我是腫招欸 我想怎麼演就怎麼演 快玩這個還來 可惜你這招計劃 百密一疏 這裡已經結束了 現在只有活大的夜班警衛 才可以逮捕我們了 是這樣嗎 看看節目表吧 少來 騙我沒看過節目表 年輕真好 林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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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樣子啦 因為林山教授他快要退休了 因此我們特別請他來為大家勉勵幾句 原來如此啊 那我們就先告辭啦 欸 Beethoven 唉 拜祭 那 教授 等一下就麻煩你了 各位電競系的 你們的禮貌呢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各位来宾 非常谢谢 今天确实是我退休前最后一次的电业 我如果错过今夜的话 我其实就再也没有机会可以以电机器现任教授的身份 走上电业的舞台 所以当同学问我你要不要上台 我就说要 首先我要说 我们今天所看到 听到 感觉到的 就是世上最美丽的信号 你不度 不论你是从去做分析还是做合成 不论你是在time domain上去看 还是在frequency domain上去思考 你都会发现这是世上最美丽的信号 不仅仅因为我们都知道电业是台大最大业 而且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的电业里面 事实上是凝聚了最高度的智慧 最高度的创意 最高度的跨领域的整合的台大最大业 你只要想任何一支舞 从编舞到配乐 任何一出剧 从编剧开始 导演开始 到舞台上所有的表演 到台后的所有的工作 包括道具 包括美术等等 那你就知道 当然其实还有光舞 那你知道光舞有多大的团队 有软体组 硬体组 道具组 服装组 还有舞蹈组 要多少人共同努力 经过所有的节目都是 多少人共同努力 经过多少次的排演 最后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节目 那这个当然是世上最美丽的信号 那我们还可以想 同学们能够做到这些事 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 我们有三殿二数 有必修选修 还有每天永远做不完的作业考试 所以我觉得我们同学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那我在想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叫做全球大学教育论坛的国际会议 可以投稿的话 我们的电业一定可以写一篇paper 我们的光舞也可以再写一篇paper 而这两篇paper恐怕都有机会可以拿到 Best Paper Award 最佳论文奖 那我要在这里恭喜我们电业的所有的同学 你们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恭喜大家 其次我要说 很多同学私底下问过我 我也常常都有回答 不过很多人没听过 我就在这里说一次 很多人问我说 你每年的电业都坐在台下 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些舞跟一些剧 你不会觉得重复而无聊吗 我说从来不会 因为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我在台上可以看到我们同学 最丰富的 最真实的面貌 那这个意思是说 我常常觉得我们同学 在教室里面 我所看到的 不见得是你们的真面貌 因为在教室里面我看到的 同学们通常都很谦卑 都很客气 然后因为我这个不会 我那个要学 可是在电业的舞台上 我看到的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充满了自信 每一个同学都准备得非常好 然后表演得漂漂亮亮 然后我看到每一位同学都特别帅 每一位女同学都特别漂亮 那我觉得那才是我们同学的真面貌 那我特别喜欢看我们同学的真面貌 但是在课堂上很难看到 所以我要来这里来看 那各位同学要了解 为什么在舞台上 大家特别可以特别帅 特别漂亮 那是因为 你们真的用了你们很大的力气 然后自己创造了一个 你们自己的舞台 而这个舞台可以呈现你们 最丰富的智慧 创意 跟你们所有的能力 那你可以想到 其实你未来的一生中 你要做的事 也就是想办法创造一个舞台 而在那个舞台上 可以呈现你的最好的能力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电业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练习 同样呢 你也可以想到 你未来 你需要面对各种挑战 你需要掌握各种机会 今天的电业 就是一个小的挑战 一个小的机会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那所以呢 我会说呢 这个 虽然我们同学平常 在老师面前所呈现的 都非常的谦卑 非常有理 非常客气 那都很好 但是你不需要永远那么谦卑 那你可以在有些时候 转换你的心情 呈现你最高的自信心 然后呢 以最大的这个 你的信念 大步向前走 那你可以走出 你不只是可以表现像 今天在台上这样的 帅这样的漂亮 而且你可以表现出 比你今天在台上 更精彩 很多很多倍 那要知道 各位每一位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都是非常厉害的 可以做非常了不起的事 这是第一个理由 还有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我说呢 我很喜欢坐在 这个电业的台下 是因为我认为 我坐在那里 就有一个指标意义 这个指标意义 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同学 参加电业的活动 是有意义的 是值得的 那我们社会 常常给我们同学 一种错误的印象 以至于很多同学 都以为参加电业的活动 是耽误功课 是浪费时间 是贪玩不用工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 第一次来的活动 碰到一位同学 我认识他 看到他在台上 等到中场休息 我跟他打个招呼 他看到我就说 老师你看到我在这里 拜托千万不要扣我的分 我平常都是很用功的 那就说明 我们的很多错误观念 都灌输给同学了 所以我觉得 我要做这件事 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同学 你参加电业活动 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我们刚才讲 要能够呈现出 这么完整丰富的活动 那我们需要 你可以想想看就知道 我们同学是如何的 齐心协力 才能够把每一件事情 做得漂漂亮亮 才能够做到天衣无缝 完美无缺 那这里面需要多少的 高度的团队精神 跟需要多少的 这个丰富的多元能力 包括组织能力 协调能力 沟通能力 领导能力等等 我们电机工程师 一群人做事的 不是一个人做事的 任何一个成功的电机工程师 都需要跟一大堆人工作 那这些团队精神 或者多元的能力 或者是协调能力 沟通能力 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哪里学呢 有少数人有天分 他就会了 多数人我相信是要学的 可是这些能力 不是三电二术 不是可以修课 不是可以考试的 到哪里去学呢 电业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同样的 我们系学会的很多其他活动 也是很好的环境 如果你都没有参加电业 也都没有参加系学会的活动的话 你有可能真的错失了 最精彩的 最丰富的学习机会 因此呢 我想在这里告诉各位 你应该好好珍惜 参与系学会的各种活动 包括电影 好 那最后 还要讲一件事 各位 如果听过我的信号与人声 一定 晓得我的这句话 我说 一次只做一件事 也就是说 我们每天想做很多很多的事 可是我们的时间 能力都有限 比较有效的办法 是一次只做一件 好好把它做好 我打个比喻 就好像在我们面前 有非常多的水龙头 你最好是打开一个水龙头 接满水之后关掉 再打开第二个 接满水再关掉 这样子可以滴水不漏 如果你想同时 打开好几个水龙头接水的话 可以漏掉很多水 那这个呢 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 那我要讲的话 是底下这一句 就是前一阵我们同学 花很多时间来做电业 电业的各种事都非常好 不过现在电业结束了 电业的水龙头是可以关上了 那各位应该打开 下一个水龙头 就是读书 其中考快要到了 所以 这是一个好时间 告诉各位 那么电业可以关下来 然后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开始准备其中考了 好 最后我要说的是 明年后年的电业 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主办同学 仍然给我一个位置 让我可以进来 我是舍不得不来的 好 好 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教授 您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我 我们 我们偷来的鹅 就送给您了 相信这只鹅也一定会很开心的 呱呱 同学 你要去哪里啊 同学 诶 我不是同学 诶 我是 我们准备回家了 现在这么晚你们还不走 是要搭夜车回家啊 现在几点了啊 现在九点四十一啊 那我们出发吧 哦 休淡姐 那我们何时还能再相见 明年春暖花开枝叶 就是我们再见之时啊 你说 淡姐 花开枝叶 明年 再见 对啊 淡姐 职业 电机职业 我们明年再见 啊 太棒了